陈情望线之逆临 第十九集 逼迫魏英吞下 独孤 魏大人问你 我对你做过什么 你要不要跟他说说 兰望鸡拉起独孤将军的肩膀 将他扔到牢笼跟前 一听到做过什么 独孤将军受了巨大的惊吓 抱住自己的身体 躺在地上蠕动 连着大叫不要不要 兰望鸡笑道不要 你屠杀我族人时 有没有听见他们说的不要 听见兰望鸡怒吼 独孤将军手脚并用地 爬向魏英的牢笼 魏英能看出 他的武功废了 四肢肌肉皆已萎缩 想站立都很艰难 比身体伤痛更可怕的是 如今的独孤将军 连抬头正是魏英也不敢 他已经完全被击碎了脊梁骨 人还活着 却如孤魂野鬼 行尸走肉 独孤将军趴在地上 挖住魏英的衣摆 向他磕头 魏大人 你快跪下 叫狼主 快叫狼主 蓝望鸡一脚踹翻独孤将军 怒斥 我不是让他叫狼主 独孤将军从地上爬起 跪行到魏英跟前 反复求他向蓝望鸡求饶 我让魏大人说的话 他没学会 独孤 你再教教他 蓝望鸡将酒坛举气 越饮越快 羞辱魏英的快感 对魏英不肯服软的愤怒 加之先前被勾起的欲火 狼主此刻全身血液燥热 饮酒不得解 恨不得泡在酒里 更令蓝望鸡烦躁的是 越是折磨魏英 看他又拧又慌的神情 身体里的血液便会不断翻滚 会不受控制地想起少时的冰屋 想起曾彻夜抚摸过细化肌肤 想起怀里人喊疼 十五年了 狼主身经百战 打下灵骨的天下 他试杀试血 照着满足放荡的方式生活 终使人人臣服 每每大战 血腥便会诱发杀欲 杀戮后蛮族人必然泄欲 蓝望鸡也会想起雪山里的冰屋 眼前的哄闹声越来越响 将蓝望鸡的思绪拉回驻地 魏英被捆在笼中 满眼仇恨 他心中嘴里为乎的 只有豊朝太子 这样的人 应如独孤将军一样对付 彻底打断他的脊梁骨 想要折磨魏英 有一百种手段 可蓝望鸡还没下手 火光乱跳 蓝望鸡彻底醉了 独孤将军还跪在地上不住磕头 他让独孤叫魏英 独孤将军就如狗一般 不住地呼喊 豬狗不如 越来越多族人跟着独孤呼喊 最久的郎主应该满意了 可蓝望鸡却开始听得不真切 眼前的一切都变得不太真切 十五年 十五年前 少年狼望鸡从陵谷上雪山 为的是杀雪狼王 英主与豊朝沟结 在河水中下毒 老狼主被毒死 狼族被英主残杀 英主屠杀那夜 少年狼望鸡因为贪玩跑出了筑地 在陵谷中遇到了重伤的老不死 那夜他没能回筑地 侥幸从血泊逃生 狼望鸡想要救人 必须让雪狼认主 做新的狼主 他要杀雪狼王 狼族人谁能杀雪狼王 就能吹向狼少 并狼群听令 狼望鸡跟踪雪狼王一夜 用从尸体上捡来的狼少引他现身 正找机会动手 见到一个误打误撞的 穿着貂皮的中原少年 他将短剑刺进了老狼王颈部 自己摔落山崖 短剑之后 冲杀雪狼王的不止有群狼 还有躲在暗处的狼望鸡 雪狼王体格巨大 一剑并未致命 狼望鸡犹如是血狼仔 混在狼群之中 拔出短剑 抓住雪狼王的左二 对着他的头颅 连捅了诗迹道 直到雪狼王不再动弹 雪狼王已死 狼群见少年脚踩狼头 手持短剑 纷纷后退 狼望鸡用短剑 割开雪狼王的皮毛 熟练地用雪水冲洗干净 狼群在狼望鸡的授意下 在他身旁 分食了老狼王的尸体 那一夜 风雪满山 未因昏迷之后 雪山上的哨声四起 新的狼主出现了 少年骑上雪狼 月上峭壁 取了九色雪莲 孤身滑下雪崖 狼望鸡知道不能耽搁 鸡骨中 鹰主的屠杀还没停止 他应该带着雪狼前杀回鸡骨 可蓝望鸡拿着短剑 想救那个跌下山谷的中原人 暴雪纷飞 昏暗的冰雾中 两个少年纠缠一夜 为了九世温之人 蓝望鸡不得不用自己的狼祖之血 与受伤的少年定了血印 等中原人脱离危险 蓝望鸡已不能再脱 他带着雪狼前杀回鸡骨 从此开启了杀戮之路 晚到的一夜 上百族人被屠杀惨死 救兵道时 鹰主已离去 但蓝望鸡再回到雪山 早已空无一人 他一怒之下 毁了冰屋 再没找过那个人 蓝望鸡心中愤恨 冰屋中的一夜 成了少狼祖不能言说的逆临 血印 你跟我 血印是狼祖未成年人的标记 有狼祖之邪的孩子 从小尾追就有血印 当他们第一次与人交合 血印会立刻消失 代表着狼祖的成年之力 中原人身上的血印是蓝望鸡给的 按照狼祖习俗 这样获得狼血的外族人 是属于蓝望鸡的 他从没找过 死伤遍地的族人 让蓝望鸡悔恨那一夜的鬼迷心窍 即便不愿想起 还是忘不掉 他们说过的话 蓝望鸡不曾忘记 每逢大学之夜 狼祖便如备犯逆临 全身写造 蛮族人不在乎性交是否有感情 可蓝望鸡偏偏会想 会想那个中原人是否已经会被叛誓言 是否已在他人怀里喊疼 在想两人再见之时 血印是否早已不在 李朝太子 诸狗不如 李朝太子 诸狗不如 李朝太子 诸狗不如 漫天的呼喊声 让蓝望鸡净崩溃 他大声叫着蓝望鸡的名字 看他提着酒坛 不知在想什么事 想得出神 啊 蓝英大叫一声 终于将蓝望鸡的思绪 拉回篝火边 有醉酒情绪激动的蛮族人 用篝火袭击了牢笼 蓝英原以破损的紫袍 下摆被烧着 卫英翻滚几圈 火势不减反赠 退无可退之时 蓝望鸡一掌皮开牢笼 将卫英捞出 单手抱起 投进了帐边的巨大水缸 卫英全身湿透 火势灭了 可他却无力从水缸中爬出 蓝望鸡双手撑在水缸边 笛声说 说 李朝太子 诸狗不如 卫英的理智全然崩塌 只想冲上去 恨不得咬死蓝望鸡 欺人太深 呸 带血的唾液 催了蓝望鸡一脸 卫英昂着景 明明是一双极美的眉眼 却总是满眼的厌恶 卫英对蓝望鸡的怒火 视而不见 对着篝火旁的所有人 大声说 太子启荣也瞒人诋毁 蓝望鸡 你听着 你今日敢懂我一根手指 东宫必百被讨还 酒坛碎在篝火旁 烈酒入火 火冒三丈 蓝望鸡一脚踹碎水缸 卫英跌坐在地上 他看着蓝望鸡一步一步靠近 一身力气 犹如从地狱中爬出来的人 卫英的气液灭了大半 他向后退了半步 被蓝望鸡捉住脚踝 倒挂着 一路被拖入了狼主的帐篷 帐篷的围部被风吹得飞起 蓝望鸡将卫英丢在地上 狼主再去一坛烈酒 并两颗鲜红色的药丸 塞入卫英口中 捏着他的面颊 逼迫卫英吞下 帐篷妹赚来狼主的命令 今夜所有人不许出声 记好卫大人说的每一句话 记住他是如何求我